在大理州待了七天 我们逛了威山古城 看了苍山俄海 在今天我们准备离开大理 前往此趟云南之行的第七个城市 这里应该是每一个到达云南自驾的旅行者 都应该来一次的地方 因为这里是腾冲 一个英雄的城市 这座桥是不是很牛 还是挺壮观的 这个景色 大家好 我是七哥 我们现在是已经离开了大理 现在是位于这个宝山的腾冲市了 大家看一下我们身后是一座桥 这座桥就是云南的一个超级工程 龙江大桥 看到没有 这里就有四个字 超级工程 这一座桥 按照我们原定的路程计划 我们是计划在4月5号 清明节到达腾冲 但是我们怕明天是节假日 人太多车太多 所以我们今天4月4号就上了高速 今天开了四个小时了吧 大概 四个小时才到达这里 其实对面呢 还是宝山的隆林县啊 过了这座桥以后才是腾冲市 我们就在这个位置 今天晚上在这里休息一晚上 明天早上一大早 我们就下高速 这个龙江大桥的停车区 虽然说是停车区啊 但是有点像是一个景区 可以在这里观景 看龙江大桥 也可以看一下他们的一些介绍 底下还可以走到对面 去看一下那条江 走吧 这边有卖水果的 小吃水果土特产 啥都有 哇 可以可以 要想吃的话 待会可以买一点 谢谢啊 其实之前我们也听说 藤冲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而且也是一座英雄的城市 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地方是非常期待的 自驾了云南 差不多一个半月了 终于来到这里 高速服务区里还种了很多花花草草 我们现在已经走到这个桥底下了 哇 好壮观啊 何大陆你看 看到了 我们可以走到前面去啊 前面去可以看到那个山谷 可以 对 这边就是对面的服务区 对 这边就是对面的服务区 两边是互通的 可以走过来 其实我们在贵州啊 在云南啊 都经常喜欢找这样的地方 特别特别壮观的一些建筑啊 比如说这些大桥啊 大楼啊什么的 何大陆 风景很不错 从这里看 非常壮观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座龙江大桥 是云南的超级工程 它横跨于宝山龙林 与藤冲两地之间 总长2470米 主跨境达到了1196米 投资19亿元 为何要称其为超级工程呢 除了修建难度大以外 主要是龙江大桥 使用了世界上吊装跨境 最大的拦锁吊装系统 同时 它也打破了 选锁桥建设速度的世界纪录 这么一座大桥啊 光是混凝土 就用了318823立方米 钢筋用了25371吨 这么一座有实力 有故事的大桥 在云南偏偏不怎么出名 这是为什么呢 我想可能是云南 排的上号的景色和景点 实在太多太多了吧 我的天哪 我怎么黑得那么明显 我也黑啊 今晚呢 我们就先在这个龙江停车区 先住车了 因为明天清明节嘛 今晚过了12点以后 下高速它就免费了 我们就省下这一百多 两百块钱的这个高速费 今天开了四个小时车 也挺累的 待会我们就到服务区去弄点小吃 填一下肚子 今晚先在这里休息 按照河大陆的说法 这里就像个公园一样 所以大家过来腾冲 如果走高速的话 也可以在这里住车啊 还可以 短暂停留可以 看看这一片花 太漂亮了 这是啥花呀 哇 从这里到那前面 太好看了 对 拍照打卡的绝佳去处 我跟河大陆是有点 臭味相投的 就是喜欢看这样的地方 为什么喜欢呢 其实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些 特别壮观的建筑啊 特别牛的桥梁 就会感觉自己的国家 非常强大 非常有自信 现在大概给大家介绍 一个停车区 以前这里应该是个美食街的 现在没有了 只能到前面的餐厅去吃 盖饭啊 米线啊 什么的都有 然后停车场的话 就是这样的环境啊 我估计今天晚上 有很多人都会在 这些停车区 或者前面的腾冲服务区 等到12点才会下去了 很多人都是在清明节 这个时候过来腾冲 为什么呢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过来扫墓 对 清明节过来看一下 那个祭奠一下 那些英雄烈士 我们在停车区里 找了一个不耽误别人的角落 然后今晚就在这里休息 和大陆在煮面了 煮了啥面 火腿面 火腿面 我们在大理三月街 买的火腿派上用场了 这样煮起来还是挺好吃的 是吧 今晚就这样子了 火腿鸡蛋面 虽然简单 但是也挺有营养的 加了鸡蛋加了火腿 明天到了腾冲以后 再看一下吧 再吃点他们那边的什么美食吧 今天就先这样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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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